韩国综艺节目Running Man 6月9日播出最新一集 刘再希和李光珠、金中国、宋志孝和慈禧神等几位主持人 全部化身好莱坞影片《复仇者联盟》中的角色 引起大家的热议和关注 其中刘再希扮演美国队长金中国化身绿巨人 宋志孝和李光珠就分别变身漫威超级英雄电影 迎合守护队的卡摩拉和树人格鲁特 跟一起摆pose合照 用来制作Running Man团队T恤 作为见面会的周边 令不少观众看过他们的造型之后 都大赞他们course的时候十分用心 不过大家看到李光珠高人一等的身材 跟他一言难尽的表情 难道真的不想笑出声来吗 三回视频娱乐报报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